基础物理2A 1-4 地表附近的直线运动 这是1-4的加强练习 第一题 将AB两球至同一高度自由落下 若A球落下2秒之后 B球才自由落下 以致中理加速度是10 则A球落下几秒钟之后 两球会相距100公尺 这里从同一个高度 A球跟B球有两颗球 A球先掉下来 B球后来才掉 题目说A球跟B球相差2秒钟的时间 所以A球落下2秒钟之后 B球才自由落下 所以A球比B球多2秒 也就是B球比A球少2秒 因此从上面掉下来 如果A球掉了T秒钟的时间 如果B球掉下来 B球比A球会少2秒钟 所以B球所掉的距离会比较少 也就是B球落下的时间只有T减2秒 因此 G 重力加速度是10 T 时间 假设有T秒钟 所以1 2 G T平方 这是A球落下的距离 减掉B球落下 B球落下是1 2 G 乘以10 乘上B球掉的时间少2秒 所以B球落下时间是T减2的平方 这个是B球落下的距离 A球落下距离 减掉B球落下距离 等于100公尺 所以整个乘开来 10除以2 5T平方 减掉5 乘上T减2的平方 这个是T平方 减4T 加4 等于100 前面这边 前面这边5T平方 减掉5T平方 所以这个T平方减掉 没有了 复复变成正的 5 4 20T 复正减20 会等于100 因此减20移过来 所以20T 等于120 所以T 就等于6秒钟的时间 所以A球落下6秒钟 B球掉的距离 只有4秒钟 因此A球落下几秒后 6秒后 因此第一题C的答案 第二题 设火车由静止开始 以等加速度行驶 全程的1分之1 随后改以等速度V 最后以等减速度 行驶全部的1分之1 而最后停到下以站去 则此车的平均速度 它的量值是V的多少倍 这里如果我用一个VT图 假设这个是VT图 速度时间图 这样火车 我们把火车当作是一个指点 火车从静止开始 因此初速等于0 随后以等加速度走全部的1分之1 因此等加速度往前开 往上加速 加速到V的时候 开始维持等速度 所以加速到V维持等速度 随后开始又以另外一个减速 又回到最后变成0 在这个过程前面有个加速度 后面有个减速度 整个最大的速度 是等于V的速度 所以中间这一段速度是V 可是全部题目说 如果我全部走的距离是X 则前面的距离 加速的过程是走全部的1分之1 所以我VT图的面积 表示所走的距离 整个T形面积 如果整个距离是X 则前面这个三角形 是全程的1分之1 因此前面三角形 会走1分之1X的距离 而后面的这一段 则是在减速的过程 而减速的距离 也是走了全部的1分之1 因此 这一块面积 也是全部的1分之1X 所以全部整块距离是X 扣掉前面走的1分之1X 扣掉后面走的1分之1X 所以全部等于4分之4 减1再减1等于4分之2X 也就是走了1分之1X 所以中间这一块的长方形 这个面积是走1分之1X 这两块面积一样的1分之1 所以两块面积一样的高 会有一样的底 如果中间这一块 经过的时间假设是T1 则T比T1等于4分之1X比2分之1X 左右两块面积一样的4分之1X 比上长方形面积一样的2分之1X 这两块面积一样的1X 这是两块面积一样的高分之1X 是前面三角形的面积 在比上后面长方形面积是T1比上V 是T1乘上V 所以T1乘以V 因此 1分之1X比1分之1X 把X消掉 所以两个比 前面后面乘以4 等于1比2 会等于 把V约掉 等于1分之1T 比上T1 所以内向相乘 T1等于2乘上1分之1T 所以等于T 所以这个T1也等于T 这个所经过的时间 所以这三段时间 第一段T秒钟 第二段T秒钟 第三段T秒钟 所以全部时间总共走了3T 那现在这里 全部的平均速度 是等于位移除以时间 我知道 平均速度 等于位移 位移是整个总位移所走的 T型面积 X 除以时间 从全部时间有3T 而我如果把这边 我补上 把它变成一个 长方形 这时候补起来 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面积 等于 3T 乘以V 3T 这是长 乘上整个高 是V 3T乘以V 是这块 长方形面积 可是 我还可以知道 中间的T型 是X的距离 但是 这一块 你会发现 1x 跟上面这一块 面积是全等的 所以上面这一块的距离 也是 1x 而这一块 1x 上面这一块 也是 1x 所以 全部的 长方形 总面积 会等于 中间的X 再加上 1x 加上 1x 加起来是这一整个 长方形的面积 所以这个长方形面积 总共等于 X加1x 再加1x 总共是 4分之6 所以是 2分之3x 那这个等于3倍的Tv 可是 我们刚知道 X如果除以3T 除出来叫做平均速度 所以我如果把这边 3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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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除出来 3分之3 我发现除出来把这个x 3T 把它移到底下来 3分之3移过去 3分之3 V 3分之3 4分之3 因此 4分之3 4分之3 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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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过10秒钟之后 5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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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公射 所以我如果上面代表位置 底下代表速度 所以10公射的时候 在速度是20 那经过了10秒钟之后 x走到了-40公射 所以后来在-40公射的地方 在这边的速度 不知道假设是V 那这个中间假设经过了10秒钟的时间 因此 从最初在10公射 最后在-40公射 所以从头到尾 整个位移 把后来位置-40公射 减掉原来位置10公射 这个位移总共有-50公射 所以整个10秒内 全部移动的位移有-50公射 现在要求加速度 因此 我们利用等加速度运动的公式 x等于V0t 加1 2分之1 at平方 所以x就是全部总位移 总位移有-50公射 所以-50等于V0 初速 一开始的时候初速是20 所以20乘上t 时间经过10秒钟的时间 加上1 2分之1a 乘上加速度 现在要求加速度 所以不知道 乘以t 是经过10秒钟的时间 好 这样子把相对应的数字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到了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速度 位移跟时间之间的关系 所以-50 就等于20乘10就等于20乘10有200 加10的平方100除以2 50 所以加上50a 200一过去减200 减50减200 所以等于-250 等于50a 所以a加速度 -250除以50 加速度是-5公射 秒平方 加速度是-5 现在题目问的 加速度的量值 量值是-5 因此第三题 猪的答案 再来第四题 两列火车 一列以时速72公里每小时 另外一列 时速144公里每小时 在同个轨道上面相向而行 当两个火车 相距1200公尺的时候 这两列火车 同时以量值是 一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开始减速 试问当两列火车都停止的时候 这两列火车 车头相距多少公尺 如果这边有一列火车 这里是一条直线道路 在左右两边的地方 左边如果这边是A车 右边如果这边是B车 现在A车时速72 另外一辆 如果时速14 所以我假设A车的速度 72公里每小时 可是现在车子停下来 开始用减速度1 所以14用秒的减速度 所以时速太大了 我们要把时速化作秒数 因此 因此72公里每小时 因此72公里每小时 把时速变成秒数 72直接除上3.6 变成了公尺除以秒 这样一除等于20公尺每秒 所以秒数是20 所以A车如果向右开 秒数是20 因此一开始本来速度是20 可是它现在减速度是1 所以一秒钟减1 最后要停下来 末数变成0 如果你可以了解到 加速度的意义 那你会知道 每秒钟速度减1 则20减到0 需要20秒钟的时间 所以A车停下来 要花20秒钟的时间停下来 而B车本来时速是144 所以B车的速度 本来是144公里每小时 等于144 直接除上3.6 这样一除变成公尺除以秒 所以时速144 变成秒数是40公尺每秒钟 所以每秒40公尺 所以当B车从一开始 初速40停下来 结果本来速度是40 现在B车也跟A车一样 一秒钟速度减1 所以几秒钟可以减到0 一开始是40 所以每秒钟减1 你会发现 经过40秒钟的时间 B车的速度也变成0了 所以我利用 A车速度20 每秒钟减1 20秒钟停下来 所以A车走的距离 就等于2分之V0加V乘以T A车一开始的速度是20 加上最后停下来 墨速变成0 所以2分之V0加V乘以经过时间 经过时间A车要20秒钟的时间 这个是A车走的距离 所以A车走的距离有 20除以2等于10 10乘以20有200 所以A车走的距离200公尺 而B车走的距离 B车一开始速度是40 最后停下来 墨速变成0 所以B车一开始速度是40 加上最后变成0 所以B车从一开始速度是40 经过40秒钟停下来墨速变成0 所以B车总共有40秒钟的时间 所以2分之V0加V乘上经过时间40秒 所以乘起来等于40加0有40 40乘40平方等于1600 1600除以2有800公尺 所以B车走了距离 走了800公尺的距离 因此A车往前走了200公尺 而B车往前走了800公尺 所以AB之间相差 Delta X它们之间的差 等于全部距离是1200 扣掉A有200公尺 扣掉B有800公尺 所以全部总扣了1000公尺 因此最后还剩下两部车子相差200公尺的距离 所以第四题A B两车最后停下来的时候 两个车头相距200公尺的距离 所以第四题是B的答案 第五题567这是一个题组 物体由高处自由落下 当我们说物体由高处自由落下的时候表示 一开始初速V0是等于0 从高处的地方掉 第一小题 一秒内两秒内三秒内所走的距离 一秒内走的距离如果是X1 两秒内走的距离如果是X2 三秒内走的距离是X3 那这三秒之内所走的距离 因为整个从高处自由落体下来 初速是0 整个过程只有重力加速度 所以我们利用落下的距离 X等于2分之1GT平方 用这个公式来算 因为初速是0 所以直接一秒钟 2分之1乘以G 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以1秒钟的平方 再比上2分之1乘以G 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上2秒钟的平方 再比上2分之1乘以G 重力加速度是10乘以3秒钟的平方 所以等于 每一项都有2分之1消掉 每一项都有10 约掉 所以第一项 1的平方是1 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因此3个 因此3个在1秒内 2秒内 3秒内 所走的距离是1比4比9 所以第五题是B的答案 这个是第一小题 再来第二小题 第一秒末 第二秒末 第三秒末的速度比 如果第一秒的末数叫做V1 第二秒的末数叫做V2 第三秒的末数叫做V3 则这三秒之间 因为我们利用速度 初速是0 做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直接V0等于0哦 所以V直接是GT 所以把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 因此就等于G G是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上时间1秒钟 比上G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上时间2秒钟 再比上G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以时间3秒钟 所以直接问速度 把10都约掉 1比2比3 所以第一秒末 第二秒末 第三秒末 他们的速度比 1比2比3 所以第六题 A的答案 接下来第七题 这个的第三小题 如果第一秒内 第二秒内 第三秒内 所走的距离 也就是要问 Delta X1 这个叫第一秒内走的 比上Delta X2 这个第二秒内走的 比上Delta X3 这个第三秒内走的 整个第一秒内 就是0到1秒钟 就是1秒钟的时间 所以2分之1 G是10 乘上1秒钟的平方 这是1秒钟所走的距离 在比上2分之1 乘上1分之1乘上1秒钟的平方 这是第二秒内所走的距离 在比上3秒钟的距离 第一项剩下1的平方是1 比上第二项2的平方4 4的平方减1的平方 所以4减1等于3 在比上3秒钟的平方 所以第三秒内走的是把3秒钟走的 减掉2秒钟走的 所以第三秒内所走的距离 等于3秒钟9的平方 减掉2的平方 所以是9减4 因此等于1比3 再比9减4是5 所以1比3比5等于基数比 所以第七题C的答案 第八题 一个小食指至高处的塔顶 由镜子自由落下 总共费时踢秒钟 择其落下后的第一秒 及凿地前的最后一秒 总位移是多少 有一个小食指从高处自由落下 假设落到地面上来 一开始 第一秒钟所落下的是前面这一段 t等于1秒钟的距离 而最后一秒 着地前所落下的是最后这1秒钟 这个是最后 如果全部t秒钟 那这里就是最后1秒 第t秒所走的距离 所以如果这个叫做delta t 这是第t秒所走的 如果最后这一段所走的距离 叫做delta x 这是dt秒钟所走的 所以dt秒钟所走的是delta xt 这个是把t秒钟走的距离 2分之1 重力加速度是g 乘上t秒钟的平方 这t秒钟走 减掉2分之1g 乘上t减1秒钟的平方 这两个相减 这个就是t秒钟走的 减掉t减1秒走的 所以把这个化减 这个东西就等于2分之1g 我把前后两项2分之1g 提出来合并起来 并能t平方减掉 t减1的平方是t平方减2t 再加1 这个合并起来 就中括号里面的这一项 所以等于2分之1g t平方减t平方可以消掉 所以负号跟负号变号变成2t减1 这个是落地前最后一秒所走的距离 而第一秒所走的 我如果叫做delta x1 第一秒钟直接是2分之1g 乘上0到1就只有一秒钟 所以1的平方 所以直接等于2分之1g 所以现在题目说 要把第一秒内所走的距离 跟着地前一秒钟所走的距离 这两个位移总和 所以把两个加起来 总位移x 第一秒钟走的是2分之1g 加上最后一秒钟所走的 是1分之1g 乘上2t减1 因此你会发现这边 1分之1g后面这一项 减1分之1g 所以前后两项 这个可以消掉 所以2分之1跟2一层开 剩下gt 所以第一秒加最后一秒 所走的就只有gt的距离 所以第八题b的答案 接下来题主 这是第九跟第十 以30公尺每秒的出速 从地面上牵直上抛一个石头 如果不计空气阻力 则第一个 小石是能到达最大高度有多少 现在题目第一个给我们的数字 一秒钟走30公尺 所以往上出速是30 所以现在我们把一个石头 牵直上抛往上丢 牵直上抛一开始速度v0 等于30公尺每秒 这是一开始的速度 那如果到达最高点 最高点速度是0 中间的过程是等加速度 只有受到重力加速度 g如果用10 于是我们用等加速度第一个公式 因此第九题这边 v平方等于v0平方 减掉2gh 我到达最高点 最高点末数是0 等于一开始出速 出速是30的平方 减掉2乘g 重力加速度是10 乘上垂直高度h 所以一向过来 30的平方900 就等于20h 因此h 就等于45公尺 所以最大的高度 我可以到达45公尺的高度 所以 猪的答案 第十 如果十字从最高点 要落回地面 上去再下来 现在我知道 一开始上去的时候 速度是30 现在要再问下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整个牵直上抛 上去跟下来 在同个高度 它们的速度是相同的 所以我上去速度30 这时候下来的速度 也是30公尺每秒 可是 方向是相反 所以如果 我把一开始 速度向上 当做是30 则最后落下来 速度是-30 我们牵直上抛 是把向上 当做是正的 所以落下来 速度向下 就是负的 所以全部多少时间 v等于v0 减gt 这个是牵直上抛 整个因为 向上速度正 所以中间 减号 因为重力加速度 是向下的 所以最后速度 是-30 因为向下30 等于一开始 速度是30 减gt 是10 乘以时间踢 所以一向过来 10踢 等于60 所以踢 就等于6秒钟 所以整个牵直上抛 最后再落下来 总共需要6秒钟的时间 所以第10题 C的答案 11题 一车由静止出发 沿直线公路行驶 全部入程的前三分之一 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最后的四分之一 则是做等减速度运动 其余过程则是等速度运动 如果全程的平均速度量值是24 则最大速度的量值是多少 按照题目 如果这里是一个VT图 则是一个速度时间图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前段中段后段 前面的第一个过程是做等加速度 所以如果加速度是加三分之一 最大速度假设加到V 中间过程如果是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这里是一段等速度运动 最后的四分之一路程则是做减速度 所以在这几段里面 我们如果最大速度假设是V 中间的平均速度 题目说全程平均速度是24公尺每秒 因此 如果全部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等于什么 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把位移X除以时间T秒钟 因此我假设这全部时间是T秒 而这个阶段我把它分成 前段中段跟后段 这里有三段 第一段所走的距离是全部距离的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整块面积是X 则前面这块三角形面积是全部的三分之一X 而最后的面积则是四分之一X 这是前段跟后段这两个 如果现在我开始做等加 我把前面的面积补成一个长方形 在这个长方形我可以看到 底下这一块三角形面积三分之一X 可是这里相当于是对角线 上面这一块也是三分之一X 底下这一块是四分之一X 因此上面这一块也是四分之一X 所以这里我知道 红色的T型面积是X的距离 所以如果长方形的面积 一整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等于中间的T型是X 加上前面有三分之一X 加上后面有四分之一X 因此全部面积加起来等于 十二分之X是十二分之十二 加上三分之一是十二分之四 四分之一是十二分之三 这个我把X提到最后面 因此加起来等于十二分之 十九X 这个是全部面积 可是这一块全部的面积 等于最大的速度乘以T 等于V乘上T 所以这里我知道 十二分之十九X 我把这个T除过来 我发现我可以得到X除以T 这个除出来是不是就等于V 而我刚刚说平均速度是X除以T 可是题目告诉我们 全程的平均速度是24 所以这里十二分之二分之十九 乘上这个X除以T 这个等于24 结果算出来等于V 所以12跟24约掉 这里剩下2 所以V就是最大的速度 等于38公尺每秒 所以最大的速度 38公尺每秒 乘的答案 这是11题 12题 小球牵直上抛 经T一秒以后上升H 经T二秒以后又回到H 如果重力加速度是G 则H是多少 这里一颗小球 牵直上抛 有个向上的速度 结果它上去到最高 再从最高点再掉下来 这个中间过程 就题目说 上升到相同高度的时候 我在这个高度上 上去的时候 到这边是T一秒 上去再下来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T二秒 可是 这段距离一直距离地面 都是H的距离 所以牵直上抛 一开始 如果有个初速是V0 那我知道H 我到H的高度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一点 是T一秒钟 所以等于初速V0 乘以T一 减掉2分之1 减掉2分之1G 前面第一次 前面第一次我全部 每一项都乘以T二 于是T二H就等于V0 T一 T一的平方乘以T二 这两项 把V0 T一和V0 T二把它变成是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把V0 T一 T二 和这个V0 T一 T二 这两项我要把它消掉 也就是说我要把初速消掉 因此在这里 上面这个是第一次 底下这个是第二次 我把1减2 于是T二H减掉T一H 把H提出来 就等于T二减掉T一乘H 这两次相减 上面减下面V0 T一 T二 减掉V0 T一 T二 这两项就直接消掉 所以这个减的 等于负的 把底下这个负号 就变成是正号 二分之一G T一乘T二 你会发现 每一项都有二分之一G T一 T二 因为上面减号 底下一减变成底下是加号 所以变成底下这边 我可以提出一个T二出来 减掉上面 我有一个T一 结果你会发现 这样写出来之后 左边跟右边这里可以消掉 所以H等于什么 H等于二分之一G T一乘上T二 这个是等加速度 整个牵直上抛到相同的高度 在第一次到同样高度需要T一秒 第二次到同样高度需要T二秒 则我这个高度H会等于二分之一G T一乘T二 所以12题A的答案 13题将两指点AB同时置他定以相同的初速V0牵直抛出 结果A球被牵直上抛 B球却被牵直下抛 则经过T秒钟之后 如果T秒钟B球还没着地 那AB两个指点相距多少公尺 如果我现在假设在一栋大楼上面 有一栋大楼 如果这样 有一颗小球 牵直往上丢 于是有个向上的初速牵直向上 如果T秒钟往上走了一个H1的距离 这是向上丢T秒钟 而另外一颗小球 它是往下丢 所以向下有一个H2的距离 这个是同样T秒钟 因此往上丢 以相同的初速V0牵直上抛 所以H1 如果等于我初速一开始向上是V0 于是牵直上抛是V0T减掉2分之1GT的平方 这是牵直上抛的高度 这是H1 而牵直下抛 初速向下 加速度向下 因此向下是正的 所以往下丢 丢了H2的距离 等于V0T加上2分之1GT的平方 所以这两个四次 一个往上丢 一个往下丢 所以两颗球相距 就是一个向上H1 加上向下H2 就是两颗球相距的总距离 所以把两个加起来 H1加H2 等于V0T减2分之1GT平方 加上V0T加2分之1GT平方 这两个一加 你会发现减2分之1GT平方 加2分之1GT平方 可以消掉 所以V0T加V0T等于两倍的V0T 所以两球相距 所以两球相距2V0T 因此13TC的答案 14T将一小球 至楼顶千值上抛 若在楼顶上方H公尺处的速率 是楼顶下方H公尺处速率的一半 则物体所能达到最大高度 是在楼顶上方的多少H 这边如果这里是一栋大楼 假设这是一栋大楼 现在如果一颗小球 千值上抛 往上丢H 向上丢一个H的距离 这个H的距离 发现这边的速度 如果说是V1 物体丢上去以后 从上去再落下 假设落到下方H的距离 这个是在出发点下方H的距离 发现这个速度如果说是V2 题目说 在楼顶上方H公尺处的速率 是下方H公尺处速率的一半 上面的速率是底下速率的一半 所以如果上面这个速率假设是V 则底下这个速率则是2V 所以我利用这个关系 一开始如果初速是V0 因为千值上抛有个向上的速度 所以有个向上速度 如果上升H的距离 速度是V 则V平方 会等于V0平方 初速V0 减2GH 这是一开始 而我到底下这边 因为从上去再下来 同样高度的地方 速度变成是2V了 所以后来这里是末数 于是后来末数2V的平方 等于一开始初速V0的平方 减2G 因为重力加速G 可是位移在初发点下方的位移是-H 所以这个试试 我们把负号合并 变成V0平方 -2加上2GH 这个等于是V平方 所以如果原来这第一试 后来这个第二试 我要先求初速出来 我才知道我最大高度可以有多高 因此我要求V0 所以前面这里是减2GH 后面这边加2GH 我把第一试加第二试 因此第一试加上第二试 两试加起来 V平方加4V平方 5V平方 就等于V0平方加V0平方 两个V0平方 后面减2GH 加2GH 后面就直接抵消了 所以我知道V0平方 等于2分之5V平方 而能够到达的最大高度 往上丢 丢到最高点 能够到达的最大高度 这个地方 这段高度是H 那最高点末数是0啦 这里速度是0 所以末数0的平方 等于初速V0的平方 减2GH 乘大H 这是最大高度 所以一向过来 2GH 等于V0平方 而V0平方 是等于2分之5V平方 那现在我们要知道 V平方跟V0平方之间的关系 所以用刚刚第一个式子这里 V平方等于V0平方减2GH 所以V平方等于V0平方 把它换成 2分之5V平方 减2GH 因此一向过来 2GH 等于2分之5V平方 减掉V平方 所以这两个一减 等于2分之3V平方 所以V平方是什么 2乘上来3一下去 所以等于3分之4GH 所以V平方 所以V平方等于3分之4GH 把这个带回刚刚算到一半的式子 我刚刚2GH等于2分之5V平方 所以等于2分之5V平方 换成3分之4GH 所以乘上3分之4GH 所以等于2跟4约掉是2 所以等于3分之10GH 这个等于2GH 所以两边把G消掉2约分10跟2约掉变成5 所以大H 所以大H 就等于3分之5H 因此能够到达最大高度 是在楼顶上方的3分之5H 所以14题C的答案 情分是你生命的密码 能溢出你一步重力的史诗 愿这一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你一直在这边 我来讲讲 你继续一下 你继续一下